好接下來哦我們要來就是做前面這邊水滴型的地方 那先看一下哦 先把後面這邊哦先補一刀好了 後面他這邊 維持有一個維持那個 外輪廓的線 那這邊的話他那個線會比較密集 呃不是線面會比較密 所以說我這邊就先補一刀然後 這邊的面一個一個長好了稍微 長出來一點 那邊長的話就先把邊把它截起來 那也是一樣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哦就是這個二股這邊的 下二股這邊的那個線條 然後接把它接到下巴這邊 所以說這邊我再補一個點 然後稍微往下移一些哦 好這邊就把它補起來 那到時候就可以 呃來維持這個我們的 外外輪廓線 那可能這邊再加個一刀 哦 多加沒關係就是到最後用 要修的話用 剪面的方式會比較好修 哦 那如果說你到最後面已經很多了 又又要再加 然後要去考慮到那個布線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說這個就 就先加那一刀 然後再看情況 好稍微下來一點 好那維持這個外輪廓邊緣的部分 好然後選擇嘴巴 嘴巴周圍 那一觸取消 然後放大 那這邊的點 還是一樣要把它 就是歸到歸零哦 XO要歸零 好那你可以用對齊的方式 對不到 好用對齊的方式哦 那邊一觸的話這邊就邊咔線 好那直接吸過去 然後再去調整位置也是可以 那嘴嘴角這邊哦稍微進來一點 然後邊調整他的 然後邊調整他的 那個線的分布 好接下來看一下哦 這邊的話就再出來一點 好繼續 然後取消放大 好這樣的話這個就把它 連過來 然後這裡把它連過來 那中間這邊應該 就在一圈兩圈應該在兩圈 好那我先把鼻子這邊 我看一下鼻子這邊 好直接先掌好了齁先掌 掌完再說齁那你就邊調節 這個角度齁那我們都先從正面把那個型做出來 那邊調節這個角度齁那我們都先從正面把那個型做出來 那邊調節這個角度齁那我們都先從正面把那個型做出來 可以 嘴巴這邊剛剛忘了 忘了條 好那因為這邊是比較像是法令文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就不要太密 這個面就不要太小 或者是說線不要太密集 避免他那個 到時候我們曲面細分之後 那個法令文會很明顯 好這邊就先補起來 可能不太夠 先補下面好了 然後鼻子這邊補一下 這邊就多卡一刀 既然面不夠的話就多卡一刀 然後再調整一下他的那個形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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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下巴这边点有比较多 所以说就把它稍微平均分布一点 那这样的话 下二这边 看一下 应该是不能往外 好先接起来吧 接起来之后再说 然后这边也可以把它补起来 嗯 然后再来 就是 这边会有那个 拳骨的线条 嗯 这边先不要剥 我看一下那边 拳骨的线条可以 可以收 因为这条有点大 所以应该到时候 看能不能再卡一刀 好先把那个拳骨的部分 拳骨的线条弄出来 那也是一样不同角度去观察 这边有点 微妙 这种角色做出来可能会比较 那个脸会比较平 所以 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还是一样哦 他这边的线 呃 要注意一下 那个嘴角这边都会是 幾乎都会是横的 一直横到后面去 那这个就是 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调整这样 好 这边就可以把它收进来 感谢大家 庄里面 虽然 我可以支持一下 再不用 language 那什么 就是 对 表悉 真的 可以 不要 不 我 这意味 很 我 好那我把這邊把它 看一下我 這樣收好了 然後這邊再拍一刀 然後把這邊連起來 好那這樣的話 這邊就可以長出來 繼續調整 那這裡的話 就直接先從 這邊先下來一點 好這裡往下長 這樣的話這邊三個這邊三個那這樣還 這邊還差一刀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好收的方法 先把 先把它補起來好了 先把補起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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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喔 先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不見了 他現在有些面應該是反過來的 這個之前 有 我跟同學講過齁 呃 紅色的面是裏面 藍色的面是外面 所以說我們應該先把它全部反過來 那我這樣補起來才不會有問題 所以 AutoN 然後全部反過來 旁邊要選 好 好這樣就全部反過來 好這樣就全部反過來 好這樣的話再補應該才可以補起來 還是不行 好吧 不行的話就 看一下 這邊 就這樣再切一刀好了 好那我再看這樣可不可以補起來 好可以 好那還是一樣這個面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先把面 選起來齁全部smooth 好那這樣的話像這種就有奇怪陰影就比較明顯 齁這樣比較方便來 來觀察 好 啊這個應該是這個有偷懶做法 但是比較不建議同學們用那個偷懶做法 就是說你的我們一般都是切進到editor mode就是編輯模式嘛 那他這邊按下來有很多個模式喔 那有的是你要畫貼圖或者是配權重的 那有一個scalp mode這個是雕刻 就像ZB一樣的雕刻模式 那我們切換到scalp mode就是 找到裡面有一個smooth吧 就跟我們ZB shift按下去 是那個smooth工具一樣 表面平滑工具 這邊有個smooth 就稍微這樣刷一下 看哪邊問題比較大 你就稍微刷一下 刷好之後 那上面這邊可以調整強度啊 就是強度調低一點稍微刷一下 輕輕的就好 然後再回到 編輯模式 然後看一下那個面 這樣就可以也省一些功夫 那不建議這樣做啦 因為有時候那個控制不好的話 反而會 會就是造成奇怪的面 所以說你們要是要這樣搞的話 那那個什麼 那個力度稍微調小一點 好這樣的話這邊那個 痾 拳股這邊就出來 那這邊可能還有點凹喔 所以說這邊有稍微把它拉出來一點 那因為最後會用那個subdivision 所以說 其實有一些東西可能就不會那麼明顯 就是有一些問題可能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這樣的話看一下喔 這邊可能稍微出來一點 Mirror開開起來看一下 然後 subdivision 看一下看一下 好 這樣的話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沒有看起來有那種很奇怪的 陰影 那這邊的話 看一下喔 側面這邊齁 這邊有點凹進去 這邊可能要稍微修一下 所以 應該是這裡喔 這裡的話稍微出來一些 好 盡量 那個角度看起來讓他 圓弧一點 那不然的話就是這邊可能要再多加條線 不過應該是不用啦 齁 就一點點小瑕疵 這樣看起來還可以齁 那這樣的話 這個角色的臉齁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因為上面這邊補這個 頭殼的部分齁 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就是這個面長上去 好先那個subdivision關掉 把Mirror也關掉齁 就直接 這樣長上去 然後 點 好去把它 這樣處理起來 這個 把它 這樣 好 頭把它做圓就好了 定量圓 應該是不會圓 那這邊稍微讓他整齊一點齁 好這整個平的下來 所以這裡就把它稍微 對齊到我們這個面長出來的部分 然後再把它黏過來 這邊稍微放鬆一點 然後這裡的話 可以稍微往前一些齁 然後頭的話就可能要從上面觀察 額頭 額這個觀察比較不好觀察 所以說這個就 同學們要稍微 稍微仔細一點 這個角度 目前這個樣子 是比較不好看清楚 好 那這樣的話就 一個一個長上去就好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 下面這邊稍微再修一下 修完再結束 好這樣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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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部分會更不明顯 就是一些奇怪印的部分 應該會更不明顯 好 那這樣的話 臉的部分就差不多了 那 頭 骨頭 的部分的話 可能有比較會有 問題的會是在下額骨階 這個 脖子的部分 這邊就是看要怎麼收 不過以目前的這個 腹線的狀況來說的話 應該還蠻好收的 就是這邊直接這樣卡卡卡 這樣連過來 應該就可以了 應該大概 好 那我們臉的部分就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應該就是 把頭收好 然後脖子收好 之後就可以來稍微做個 眉毛跟睫毛了